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马来西亚 菲律宾 一时之间成了世界焦点 企业想前进东协各国 却缺乏首席东南亚语言能力 以及流行文化的人才 因此近来掀起一波东协语言学习热潮 但其实许多新住民 已经默默耕耘许久 李三才老师来自香港 他来台湾初期有开始做粤语家教 后来他就发展成很多国语言的 教育机构 包括哪些国家的语言呢 有韩国 菲律宾 泰国 辽国 坚普赛 马来西亚 其实你想得到的东南亚语言 大概都有脚吧 那他用他妈妈的名字 成就地 在台湾设立就地学堂 我妈妈以前在香港 小时候也是新移民 其实我最初开 无语家庭学堂的想法是说 我希望很多新移民跟我一样 透过母语的教学有一个舞台 要下一代的教育更好 其实新移民它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我希望这个东西 这个精神是应该被彰显出来 因为教广的话 开了韩语补习班 后来赚到一点钱 想做公益 我就四方报合作 开了无语学堂 一起去做东南语言的推广 慢慢地认识到这个语言 它很需要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 我们要在全球化之下 看见完整的世界 不能独缺亚洲 提早认识东南的文化 选择去哪一国家的资讯完整一点 他所选择成功率就会更高 其实你在做的事情 很多人有收获 例如说老师有一个工作机会 学生会学到一个语言 对 而且是冷门的语言 冷门的语言 所以也是等于是做一种推广 那你们的老师都是去哪里找的 一半是新著名 一半是硕博士的学生 OK 所以他自己也是有教学的那种背景 没有错 大部分 主持节目常常会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为了更了解东南亚语言 更贴近新朋友 李三才先生特地为我介绍 各国老师 我来猜猜你们都是教什么语言 好吧 回来你 马上就一个 我有一点猜不出来了 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 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事 有点像是泰国 或者是泰國附近的國家對不對 你很聰明 所以有可能是 泰國有可能是柬埔寨 有可能是寮國緬甸 講完 我繼續發東南亞 全部都講完了 你應該會猜中對不對 我有講到這個國家嗎 有一個中 他們有海洋 它是內陸的 OK 所以它不是泰國 很有可能是寮國 BANGO 好 有看到我冒冷暖嗎 一百人寮國妹妹 三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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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台語老師 很有趣啊 很多語言都會有一點 交接觸對不對 接下來是林老師 林老師 MEL MEL SKBAMEL 這個我好像有聽懂 吃過飯沒對不對 這應該是廣東話對不對 我好害怕 什麼 四百雞杯 就又回到那四個國家 是泰國嗎 Oh no 柬埔寨嗎 是嗎 是嗎 好 下一位 MINGA LABA ANZU MINGA LABA 就是MINGA LABA對不對 好 扣掉 你要過跟柬埔寨 就緬甸囉 MINGA LABA OK 接下來是李老師 李老師 你好 你好 我台語的名字 嗯 安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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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是姓軟喔 軟師兄妹這樣 沒錯 姓軟是從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1994年的時候開始學 那你還小 小 我小你小歲了 那當然對姊姊囉 哈哈 對 講姓軟 那應該就猜得出來 越南越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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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喔 你們這裡就是東協對不對 哈哈 好自然的 小東協 如果是 教寮國語 那除了你之外 還有幾個人在教 沒有 他找老子 就找你兩年 開始來的學生六個 哇 然後呢 再檢四個 那我現在只有一個班 就固定三個學員 各位朋友啊 有沒有對調果很有興趣啊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啊 有機會的話 可以像這個老師去學這個語言 我覺得很重要啊 其實年輕人還是會先學著 主流的英日韓 或西班牙語 東協語言 還是偏向一些 大學研究生以上的一個年紀 就是做國際交流的 或者台商這樣 台商很快就不來 因為要出去賺錢了 對 學一點點的 就要趕快去用 沒有錯 這些小眾的語言裡面 有一些比較夯的 最早期泰語很好啦 後來就緬甸語特別好 因為那時候剛好緬甸開放 這兩年比較穩定的是 越南文跟印尼語 印尼語 因為我們非常看好 印尼有兩億多人口 哪些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是用自己編的教材呢 是有 你有 大部分就是用 羅馬坪尼語 羅馬坪尼語 對 因為我覺得是印標 它標註 讓它如何去發音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母國 大部分是發 發像頭文 頭文 頭文 對 那個印 所以學生是用KK印標嗎 對 KK印標 那個是平民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跟台灣有關係的 你到美國的時候 你要用KK印標的話 沒有看得到 這個很有趣 所以你們會按照台灣這邊的學生的學法去編嗎 其實我們就地學堂的都是自己編交材 所以我們要針對學生的要求的需求 去設計他們想像要學的一個東西 我會自己想像如果現在是台灣人 然後我當作被機到越南的話 然後從機場到越南市區 從這個中間去幫他們設計那個對話 對 如果是像去投資 或者是去做生意的人 你也會教他一些相關的語言嗎 會 會再抓這個內容還滿辛苦的 對 而且 透過三彩老師推薦 這一次我要來體驗 兩位就地學堂超夯的宇文老師 哈囉 你好 安心 對 今早 我家有標準嗎 很好 長得很好 今早 這是晉歐女中與就地學堂 共同成立的亞洲語文中心 起初只是提供高中學生選修 2016年底開始推廣給更多社會人士參加 今天教室座位幾乎全滿 不愧是超人氣的課程 結婚 頂中何時 結婚 結婚 如落 結婚 比较口語化我們會說雷種 雷是取的意思 種是老公 沒有 但她不是取老公 雷婆是取老婆 我們兩個都叫雷 雷婆是老婆嘛對不對 雷種 雷婆 剛才說我還結婚? 我還結婚了? 你還沒結婚了? 你還沒結婚了? 我還沒結婚了? 你還沒結婚了? 我還結婚了嗎? 你已經結婚了嗎? 就是目前台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的執行單位 那我們學得說透過學習新南向的語言 也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那個國家的人民 然後跟他們交流 在一些正式的交流場合有翻譯 但是我會覺得說會當地的語言 對工作上其實是有滿正面的幫助 據我所知我們辦公室除了我在選越南語之外 那也有人在選印尼話跟泰國話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實用的語言 因為我們在生活周遭也常常遇到 越南人啊 泰國人 然後甚至是印尼人 就是相當多的新住民現在在台灣 那我覺得學那個語言是很好的交流 要告訴你說我要準備吃囉 我一開始會想來上這堂課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當初有去越南南到北的騎車旅行 然後那時候就經過比較鄉村的地方 沒有辦法用英文也沒有辦法用中文溝通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其實假設我會他們的語言 我就有辦法跟他們做更深度的交流溝通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現在其實東南亞區是有越來越起來 所以我兩三個朋友都已經在越南工作 那他們那時候還是必須要重新學習這個語言 所以我覺得先有這個能力的話 或許我未來遇到一個我很想要的機會 那這個語言其實是加分的 那我就可以借詞就去那邊工作之類的 這個是一首耳歌 然後這個詞是可以用來稱呼它 但是因為在講動物嘛 所以我們用呢 叫是叫的意思 叫就是叫這樣子而已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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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完成了 邱恆老師 叫郭翰 已經學越南語了 所以要用越南語打招呼 不要說邱恆老師了 好,我今天學到什麼呢 結婚 它其實有點像台語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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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衝 雷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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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雷衝 然後雷 V V V 我覺得好難 我覺得越南語對我來講 最難的地方是在於它的發音 應該每個人 外國人都覺得這樣 對 就是看起來好像ABC對不對 羅馬 平音 結果呢就有很多什麼音調啊 還有很多標點符號 我覺得很有趣喔 而且今天我們唱歌也是滿開心的 真的嗎 雖然我不太會唱這首歌啦 看你跟那個同學演得還滿投入的啊 因為不會唱 像你從自己是學生要轉換成變成老師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呢 在我唸大四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去教越南語 那時候也是覺得說很很有趣就答應了 第一次教課其實還滿緊張的 因為下面有很多快二十個學生 就突然看到很多人就是很多雙眼睛在看著你 對 傷了好幾次之後 我發現其實滿喜歡的 其實教學久了之後會碰到很多的盲點 那這時候你不知道要去怎麼去解決 或者是去尋找誰可以去問這個問題 有時候學生會問你一些問題你可能答不出來 或者有一些學生明天他不來上課 你心裡會覺得說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別以為教母語這麼簡單 對啊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是美國人好你教英文 你是越南人好很簡單去教那個越南語對不對 但不是這樣的 其實它是一個很專業的能力對不對 對那後來北科大念一年研究所之後 我就決定說轉到師大去念課程與教學 所以你是透過這個課程去學習如何去安排你自己的課程 對因為我們的課程很有趣 我很喜歡我們所的課 因為它有時候會上一些什麼像班旗經營啊 然後怎麼樣把多元文化放在你的課程裡面 讓你的課程會更有趣 而且學生可以學習到當地的不同的文化這樣子 所以我在研究所學到還滿多東西的 教越南語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第一個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因為我來台灣那麼久 其實以前都在餐廳打工啊 休閒的時間就陪家人或者是男朋友 老公現在是老公 教課之後很多我的學生後來變成我的很好的朋友 他們給我很大的動力 教學會有那種宣戴起 學生會把我拉回來 真的嗎 老師什麼時候來上課 對什麼時候開課 他們都會給我一些回饋 再來就是我覺得我的越南語會越來越好 真的 至少我可以在台灣一直講我的母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同樣的問題 譬如說跟自己家人講越南語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點中文 對 對 接電話了 對 對 去教課每天都講越南語 我的越南語會 詞會不會 不會不見 對 就是好像一直在不斷地複習 活到老 學到老 對 連自己的母語也可以繼續學習 從學生身上就是得到一些能量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老師其實也是會一直消耗自己的能量 對 但是學生還是會玩你 對 你在台灣八年對不對 對 你應該是有看到很多人開始對越南語有興趣 對在台灣我知道教越南語也有超過十多年 一開始我在就地學長開的班 三到五個人 然後慢慢幾個月之後 一年之後 一個班可以開到十幾個人 那像金歐這個班 你看可以到四十多個人 哇 而且學的對象越來越不一樣 一開始我問幾乎都是為了去工作 然後後來就開始有 因為配偶是越南人 對 然後再來就是隨興劇的 他們想要去越南旅遊 對 或者是他覺得說太多人學韓文日文了 現在來學一個越南語比較酷 已經變成一種流行了 我覺得這蠻好玩的 對 John最喜歡吃哪一種越南菜 生針捲 一個說生針捲 一個說炸的 為什麼 我比較常做生針捲 那你就說你下次應該做生針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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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阮秋恆 來自越南 我現在在師範大學念課程語教學研究所 另外我也是在大學跟補習班叫越南語 那我在2018年也編成台灣的媳婦 我跟我先生有經營一個影音頻道 叫HUN TV 越南和台灣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頻道 讓越南朋友還有台灣朋友可以互相了解彼此 阮秋恆來自北越的富壽省 家裡有三個姊妹 來台八年 她從青澀的留學生 一步一步蛻變成為大家眼中的新住民焦點 我當初決定來台灣是因為我媽媽也是在台灣工作 然後她來台灣當家庭幫傭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 能不能讓我來台灣念書 後來就來到台灣 就去台大語言中心學中文 學了九個月之後 就轉到德明去念大學 因為我在越南是住在很鄉下的地方 所以我中文本來就沒有學 然後英文也是學很簡單 所以完全沒辦法溝通的 所以來的時候非常 就是很自卑 都不敢跟人家講話 但是去學校學兩三個月之後就還好 因為中文對越南人來說也沒有到非常難 前六個月我就是走同樣的路 然後走同樣的路回來 然後坐一樣的公車 每天都在家裡 然後也不敢出去嘛 所以我會自己寫很多中文 然後Email給老師 然後所以六個月之後我發現 其實我書寫的中文變好了 那在班上考試也是分數比同學好一些 才比較有自信一點 才會開始一個人偶爾出去走一走 大學時期 打工的這段時間是最開心的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真的中文沒有很好 口音很重 然後一講話 客人就說 你是越南人字嗎 後來就要求我的同事 就是我要唸一個單字 要唸了五邊 就唸到最標準為止 然後對 我同事就覺得好累 因為要邊工作 搬碗盤 還要教我中文 但是真的有進步 我在越南都沒有去打過工 所以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會很容易生氣 譬如說有一些客人 他明明知道你是外國人 但是他可能會 一直用台語跟你講話 然後你聽不懂的時候 他越講越大聲 你會覺得說 他是在罵我呢 還是我做得不好 還是怎樣 然後他可能會說 叫你其他人來幫忙 這樣會心裡會有一點受傷 有一點失望 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是我做不好 所以他一定要換其他人 他比較喜歡其他人 後來最簡單的台語 就齁齁齁齁 然後就開始寫下來 那大概知道他想要點什麼 對 至少試著去講一點點的台語 跟客人溝通 不斷努力學習中文 也希望讓更多台灣人 熟悉母國 秋恆開始嘗試教授越南語 多方參加移民活動 及新著名節目錄影 他也在這時 認識了人生伴侶John 我知道他在教越南語 我只會說來亂 來亂 還有感恩 我非常支持秋恆現在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 就是要多攝取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人際關係 這個很重要 好 有些太大 爸爸 無所謂 再切好了 秋恆她是一個很貼心的女孩子 我覺得在她身上 我沒有找到娇氣 所以我覺得她算很懂事 爸 這個水餃要封很久嗎 沒有 譬如說我在燒菜的時候 媽媽 我來就好了 我說不用不用 她會搶著做事 等它乾就好了 等它乾就好了 對 乾它就好了 好香喔 我也常跟她講 我說你有什麼事 你就要明講 不要憋著 因為我也是為人習的人 我跟婆婆相處40年 我婆婆對我非常好 所以我盡量學我媽媽 學我的婆婆 去對就很 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去公司 兩個都選嗎 嗯 你們要辦法來吃飯 我不會 沒有 她今天忙到11點 在家人支持下 John 康琦導演 製作人角色 秋恆發揮表演 語言專長 夫妻倆攜手合作 打造了台月兩地 擁有數萬粉絲的影音頻道 夯TV 越南夯台灣 打造了台語 打造了小聲 打造了小聲 打造了一家 打造了一家 可是他會覺得說我覺得越南人會喜歡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會尊重他啦 那我們的前期是比較少計畫的 我們在拍攝之前 我只會知道說主題的東西 他會自己去決定他想要教哪些 因為我工作也是導演 所以我也常常在做引導演員的工作 這個是比較沒有計畫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好玩的地方 因為我會聽到一些我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才會反應 如果我一切都知道的話 我沒有辦法產生這麼真實的反應 我今天要教大家這個 算是廖妹越南語 男兒又安耶 這個通常很多男生都會講啦 那如果女生講的話就會說 把安拿掉然後把安放進來就好了 但就我經驗的男生如果這樣問 應該會不會打槍 會嗎 就通常不要問比較好 這裡喔 我老公平常就在這邊工作 我老公就跑來這邊找他 哥哥 安祖 嗨 你好 John John 你好 可是你叫他哥哥喔 對啊 我們平常我都叫他哥 好像是韓劇喔 好有趣喔 所以你們今天也是要拍片嗎 對 我們今天會拍一支影片 對啊 我可以參加嗎 哦有 太好了 哈哈哈哈 我來想說 我有一個主題想要跟你們討論 搞不好你可以這樣拍啊 快問快答的方式 去問你們兩個很多不同的問題 然後可以探討就是你們的婚姻生活 感覺還不錯 感覺好像明星一樣 哈哈哈哈 誰最愛花錢 3 2 1 哥哥 我又沒有愛花錢 明明是你比較愛花錢 沒有我跟你說 他真的很愛花錢 相機啊 然後什麼錄音機啊 買很多喔 他都是先去買 應該這樣講吧 我花的東西都是單價高的 我並不是真的那麼常買 那他其實買的色素比較頻繁 但是都是單價低的東西 買最多的是什麼 衣服 還有保養品 把自己打扮得很美 會開始有一種 新的能量進來 對 我覺得自己會有 比較更有自信一點 好的 接下來要問的是 張最喜歡吃哪一種越南菜 3 2 1 高生捲 為什麼 我比較常說深針捲啊 那你就知道你下次應該做炸春捲 哈哈哈哈哈 台灣跟越南的男人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越南人比較浪漫 我也想要不浪漫 台灣人 哈哈哈哈哈哈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還在久一點的時候比較浪漫 對 對 沒有 你的浪漫是什麼 對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點想不起來 我覺得他的浪漫是有一點傻傻的那一種感覺 像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知道他送我禮物是什麼嗎 嗯 鹽巴 哈哈哈 就沖繩回來嘛 然後沖繩就買了很多意念品嘛 第一次見面 那個禮物不能夠太有侵略性 對啊 什麼玫瑰花啊 什麼的 很有經驗齁 你看他 歐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求婚有浪漫嗎 哈哈哈哈 你問到一個 沒有辦法面對的話題 他完全沒有求婚 你看 貓咪救我 這個時候 我比較慎重一點 所以我想了比較久 然後結好婚了 還沒久婚 還沒想好 誰的哭點最低 3 2 1 為什麼是我 那你先解釋為什麼你覺得是我 因為我看過你哭 那我也看過你哭啊 我們在錄影片 我沒有想要哭 但是你突然就會哭了 我只有講到我媽媽或者是 看韓劇 對 然後我的哭點她沒有感應 我其實看過她哭 蠻多次那 其中一次是她在幫我媽媽做的那個影片 我覺得連我自己是我媽媽的女兒 然後看過我媽媽這一生的經歷 我還沒有辦法講出這麼感動的故事 在那時候 爸媽跟我們 還會有機會 跟她一起 用女兒的觀點 我覺得可以挑起一些感觸 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家庭幫助 她也是人家的媽媽 回想到 自己的媽媽 或許也是 這樣子辛苦 在陪自己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 剛好被照顧的那個阿嬤 她也是 棒的一個僱主 在機場拍我媽的那一個畫面 阿嬤哭得很慘對不對 今天 工作的媽媽在台灣已經結束 一遍 我和媽媽還要殺人 我媽媽完全沒有掉眼淚 但我知道我媽心裡很捨不得的 以前我在越南常常看到我媽哭 但是 四五四 這樣子 四七年之後 我完全沒有看到她掉眼淚了 我覺得她有點 就壓在心裡面嗎 對 人生碰到的事件多了之後 心裡也變強壯了 會讓你感到難過 或者感到情緒的那一個門檻會變高了 因為你碰到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我覺得不只是我媽媽啦 有很多像她這樣子的女性 離開他們的家人 小孩 然後來到台灣 或者去其他國家工作 他們真的是很偉大 所以和TV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偉大的 一開始我們也只是好玩 但後來慢慢透過網友的回應 摸索觀眾需要什麼 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最難的是 因為我們在講台約的文化差異 有的影片我們錄了三次 因為少講了哪句話 或者是多講了哪句話 會傷害到可能是越南人或者是台灣人 其實東南亞 越南這一塊在我認識它之前 也沒有出現過在我的生命中 前一隻也都是一個幸福的小孩 做了這個粉磚 然後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們 然後我也開始去感覺到說 原來還有一個勾是還沒有連上的 所以或多或少 跨國婚姻有打開你的同理性嗎 有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 可以遇到像哥哥這樣子的人 他可以跟我一起努力 他給我非常大的動力 在推廣台約文化這個工作 對 我個人也是在找失業的第二個機會 是有心機的男生 如果把你扶植起來 說不定我可以退休 這樣 那還滿難的 我覺得滿有趣的 像在台灣戰旗這個節目 也是會常常碰到一些 我們之前沒有遇到的人跟事情 可能之前你可以視而不見對不對 但是你一旦你知道這些事情 你似乎是沒有辦法再忽略這些人 或是這些問題 可能因為我們跟新南向 跟越南有關 台約的婚姻 我覺得在形象上 我覺得也有點顛覆之前的傳統印象 現在滿多公布滿的邀約 身分對的 那如果我們剛好形象符合 能夠做些事情 這對可愛的小夫妻 默默燃燒小宇宙 終於被社會大眾看見 2018年10月10日 阮秋恆成為第一位 新著名國慶典禮主持人 未來他們將繼續分享 跨過聯姻與台約文化的 點點滴滴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位朋友 跟秋恆一樣 因為來到台灣求學 就開始語言教學這條路 大家好 我是伊伊斯 我的中文名字是福美 我來自印尼 我因為喜歡五月天才學中文 我現在在十八年華語文教學系 我也是印尼文老師 大學的時候 有跟我的老師學中文 然後我覺得我很喜歡學中文 因為我的英文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我要學別的語言 本來學韓文跟日文 可是我覺得好難 五年前開始學中文 我的老師教得很好 揮頭圖臉 揮頭圖臉 他給我歌子 聽很多中文歌 然後有教到了五月天 然後就很喜歡五月天 如果可以在台灣念書 會很開心 所以我跟爸爸媽媽說 我要在台灣念書 然後他們同意了 那個時候真的沒有想很多 來台灣之後 才發現很多困難 皮包裡有錢 還有比肩更重要的護照 怎麼辦呢 好像吃東西的方面 因為在台灣很多 很多我不能吃的東西 然後我很容易餓 我找不到吃的地方 所以我會哭 我在印尼學了中文五年 可是來台灣的時候 還是覺得我的中文不夠好 所以很怕跟別人這樣話 還有老師在說什麼 我很多聽不懂 然後每天都會一直想 爸爸媽媽跟媽媽打電話 一邊哭一邊跟媽媽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過了一個學期才變好 中文也越來越好 還有也知道台灣 是怎麼樣的地方 都已經了解了 所以沒有再哭了 我很喜歡打街運 因為在業界都沒有捷運 我覺得捷運很方便 我在印尼平常會搭火車 在台灣我很喜歡搭捷運 因為我覺得搭捷運很安全 捷運站很容易找到 還有 在印尼我不會騎 在台灣我才學 在印尼不太可能 因為道路不好 因為我不敢騎摩托車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的人 後面有按喇叭 我會啪 這樣子 所以我不敢 在醫生規定 女生有休息 休息 休息就是可以看到手跟臉而已 其他都不行 所以我們會這樣穿衣服 這個叫做 hijab 最重要就是頭巾會蓋胸部 因為克蘭經主這樣說 我會這樣穿衣服 在伊斯蘭教 一天必須午至昨禮拜 最早就是早上十點 然後中午十二點 下午三點 傍晚六點半 然後就晚上八點十分 週禮拜之前我們要先五度 五度就是你要先洗手 洗嘴巴 洗鼻子 還有洗臉 還有洗手臂 然後洗額頭 然後耳朵 最後是洗腳 其實你要這樣做禮拜也可以 可是因為我的瓦子很薄 所以我怕我的臂股看得到 所以我穿穆克納 在做禮拜的時候 我們會念克蘭經文 還有會贊成阿拉 比如說阿拉 就是很偉大的阿拉 然後我們會很小小聲念 然後做完禮拜 才可以跟阿拉說你的心事 宗教的關係 我在臺灣很難找 你知道我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我半年來臺灣之後 這時候是一公斤了 蘇家回家的時候 媽媽說 你們要先吃東西嗎 現在不怕餓了 想吃飯來這裡吃 一個禮拜大概30次來這裡吃飯 我通常在印尼 如果沒有朋友陪我 我不會出去玩 如果一個人問我不要 在印尼你一個人吃飯 可能他們會覺得你沒有朋友 可是在臺灣不是 所以我如果在咖啡廳一個人 我不會覺得很丟臉 對 臺灣很喜歡一個人 安安靜靜的一些作業 福美來自印尼當格朗 家中有五個小孩 排行老二 來臺留學的她 也跟就地學堂的 李三才老師合作 在金有女中的亞洲語文中心 擔任印尼語老師 嗨福美 嗨 我今天要跟你上課了 我希望我下課 還可以講一些印尼語 一定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進去吧 你當初是怎麼會想要教印尼語 我發現很多臺灣人不了解印尼 他們跟我說 福美我去過巴黎島 可是我沒有去過印尼 巴黎島不是在印尼裡頭嗎 對 我真的不懂 我們會跟老師說 Saleem 你們聽過嗎 沒有 比如說你是我的老師 不小心跟你見面 然後我要這樣子 這叫做Saleem 這叫做Saleem Saleem 對 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 老師 這樣子 來這邊 沒有 沒有 老師好 老師好 Andrew OK 跟Leo Leo的學生 你是老師 所以 你要跟老師Saleem Saleem 老師就是 在這裡 額頭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直找老師的手 老師覺得 你這樣是什麼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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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福美老師的一點就是 他是一個 非常地天真的那一種印尼人 就即便他雖然才學中文兩年 但是他還是用他的方式去表達 他想要跟我們講的東西 Bias 什麼意思 他 突然 我會想要學印尼語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過印尼 當過志工 然後我發現印尼語 是一個非常好學的語言 而且可以適用於很多地方 光印尼的人口就非常多 再來是馬來西亞的語言 跟印尼語有95%相同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語言 現在在台灣 學習印尼語的這個環境 即便在政府有推廣的 那個新南向政策的底下 想要學習印尼語的話 你是沒有那麼多的公共資源 可以使用的 只有政大的那個語言學堂 跟這裡的就地學堂 你找得到比較那種公共的 資源 其他的地方 你可能就要往線上找 那線上找 一對一的那種教學的成本 都比日語跟韓語高上兩三倍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現在學習印尼語的一個困難的地方 你們會覺得 你們會覺得 是什麼 這雅加大很可怕 我加上沒有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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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无论 年轻来 Saccharata 这是红色 在 DU练的处理 在 Jakarta 小的部份 小的筐 老师 谢谢你 你 ebenfalls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就是这个Saleem 还有一个 如果对方是穆斯林的话 我要用穆斯林的说法 我可以说 Asalamu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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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一口气把它讲完好长哦 还有一个这个很有趣哦 还要这样子的手是 Yamboon 在印尼当然你不能说 Oh my goodness 对啊 要讲比较那个 对 对 然后这个有点像是 Wow的意思啊 好有趣哦 我觉得你上课好好玩哦 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教印尼语 我发现很多台湾人不了解印尼 同学 他们跟我说 傅妹我去过巴黎岛 可是我没有去过印尼 等一下 巴黎岛不是在印尼里头吗 我真的不懂什么意思 一直带 taxi的时候 然后司机先生问我们 在印尼有没有冷气 我觉得好伤心哦 当然有冷气啊 会抓头耶 怎么会没有冷气呢 有哦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至少一台冷气了 除了北极可能不太需要 阿拉斯加也没有冷气了 我想慢慢帮台湾人更了解印尼 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分享 我在路上有一个台湾人跟我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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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享 在印尼不是这样子哦 嗯 我记得今天像有一个学生他就问你说 如果用的锅子曾经有煮过猪肉的话 你还是可以吃吗 可以 可是要把它洗 其次 嗯 其次 对 对 也终究的规定 对 有时候学生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好浪费时间啊 对 可是那就是文化差距啊 对对 没有为什么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 我们会认为是比较不方便的事情 美国也是有美国不方便 台湾也有 你上课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学生他们的回想也蛮大的 我很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去国印尼 对印尼印尼人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 很多人要在印尼开店 有没有他的另一半可能是来自印尼的太太或先生呢 有很多他要学的原因可能是他的 我的老公是印尼人 我要更了解他的语言 希望用印尼文跟他沟通 其实我发现你也蛮厉害的啊 你来台湾两年半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全程用中文解释给学生听对不对 嗯 学生会有安全感啊 就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老师 你未来也是想要朝这个方向走 我要开补习班 嗯 是华语补习班 可是不是我教的 你还当老板啊 对啊 很好啊 跟爸爸一起开 教华语 对 然后爸爸会讲华语 不会不会 哈哈 哈哈 在当哥让现在很多国际学校 华人学校都有 所以我觉得市场会很大 很好 有元件啊 现在正式热潮对不对 对 像你在教印尼语的时候 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我得到新朋友 新朋友 所以让我开心的是 现在我的学生 很多在印尼开店 他们跟我学半年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 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对啊 比开心更开心 真的哦 嗯 很有成就感啊 当然了 比开心还开心的印尼语怎么说 巴哈 巴哈 基 基 大多 幸福 我 我 很乐 我很 很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哦 我们 就会 有 透过语言教学 福美也和台湾学生成为好友 课后还会一起越吃饭 自然而然的进行语言交换 对 Road 好的 妳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是HARA嗎 對 所以妳吃了食物的認證 對 妳好醜 認識福美老師是在今年四月底的時候 就是上她的印尼舞課 然後在課後時間我們就變成朋友 會一起出去逛街啊吃飯 會學印尼文是因為我在大鱷的時候 參加一個國際的交換計劃 就去印尼第二大城市四歲 待了一個月 然後也認識當地很多很好的朋友 在參加這個計劃之前 是對印尼完全沒有任何想像的 結果到了當地之後 就開始發現印尼是一個非常棒的國家 所以自從那段經驗之後 就開啟了我對整個東南亞的想像 謝謝 好吃嗎 嗯 吃飯是好吃 吃飯 在像福美老師的課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看很多很多的文章 我覺得 這比用英文或是用中文 就是其他語言去了解當地文化 是很不一樣的感受 就是 除了可以更深度了解 怎麼使用語言之外 也可以從印尼人的角度去了解印尼 其實有很多國家 像日本在印尼當地有出日文的印尼雜誌 然後對在印日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源 但是在印尼有很多台灣人 但他們沒有這樣的資源 甚至是 在台的台灣人 也不熟悉印尼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平面設計 然後我想說 以未來可以透過中文的印尼雜誌 把兩者給串聯的話 我覺得會是不錯的事情 這一次我跟邱恆還有福美學到好多單字 然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 越南語的 還有印尼語的 其實講到我自己 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如果是講英文的話 當然是可以溝通 但是學會了中文之後 我可以聽得懂大家的笑點 還有台灣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當然要懂韓話 才可以溝通很順暢 但是我覺得重點就是要敢講 你未來的路會比較廣 那最後呢 我用各國語言跟大家說再見好不好 好 阿彦東 Tschüss